大家好 下面我和大家聊梦的透视力 透视力跟超感知觉 心灵感应和通灵术有关 这些术语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确定 甚至可以通用 透视其实就是心灵感应 特别是知觉信息的心灵感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JB莱茵和其他一些早期的研究者 做过一系列经典的实验 他们使用古典心灵学方法 将被试验者分成发送者和接收者 要求被试验者想方设法 将心理图像传送给接收者 莱茵在他的试验中 使用了数量有限的几个符号 圆圈、十字图形、方块和波浪线 后来的试验者 则使用了更为复杂的图形 梦的透视力试验研究 使用了这种基本的方式 但是接收者做试验的时候 是处于睡眠状态的 人们希望在试验的时候 看到发送者投射的异象 进入接收者的梦中 虽然这种古老的方法 可以追溯至1819年 但是直到1962年 麦蒙尼德针对灵异梦幻的计划 实施时 透视力才正式形成 麦蒙尼德计划名称的由来 是因为解梦实验室的地点 位于布鲁克林的麦蒙尼德医院 这项计划是由金森科主任 蒙古塔·沃尔曼发起的 两年后 心理学家斯坦利·克里普纳 也加入到这项试验中 他们共同出版了许多论文 以及畅销书《梦中心灵染影》 虽然麦蒙尼德试验的细节不尽相同 但最基本的方法 是让处于睡眠阶段的接收者 从脑电图机连接 当睡眠者进入快速演动 睡眠阶段后 就给他发出信号 发送者会努力将心理意向 发送给接收者 直至快速演动睡眠结束 他们整晚都会用这种 基本方式进行实验 只要快速演动循环周期出现 异项都会发送出去 早上 研究者会选定八个异项 要求接收者将这些异项 按照昨晚接收的顺序排列 麦蒙尼德计划 一共进行了13组实验 其中9组实验得出的结论 符合超新灵学方面的解释 有着重要的统计意义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这次和大家分享的话题 梦的透视力 取材于扎姆斯先生和伊夫林女士 合著的对梦的阐释 好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